台股今天收小掌 而量能部分也是維持在逼近千億元的水準 那么接下来的一周看盘重点有哪些呢 我们连线资深分析师吕翰威来告诉大家 分析师台股今天感觉起来风平浪静 维持在一定的涨势 没什么太大的波动嘛 那么以你的观察 这一周都是这样吗 对 因为这一周大家比较期待 就是MSCI会不会把台湾 纳成这个就是升格成一开发国家 因为这一次好像要把中国大陆的这个上升A股 纳为这个新兴市场 那市场现在就去观察 到底韩国跟台湾 会不会被这个升格为开发国家 那假设会的话 其实就可以解释 这一长一段时间以来 外资为什么拼命加码台湾的股票 甚至不惜买进这个台湾的期货的多单 而且这口数达到两万多口以上 所以如果在礼拜三的时候调整MSCI过后 那台湾真的有升格的空间的话 我想短线会有一批资金进场 那可能这个关卡就是9220 可能一下就直接就冲过去 那当然能不能在通关之前 能够守稳信心 其实这两天就是这样了 所以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可能这两天大家都是比习以待 等待答案结果是如何 那当然捍卫是持相 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 那我们最近可以看得到 其实全职股它是轮动表态 像上礼拜五是宏姬 今天是人保伟创 那重点在于说 这些全职股能够带动成交量的话 台股维持在千亿以上 就是一些奇彩股 今天轮动做一些表态 那整体来看 我觉得不管是太阳能族群 或者是所谓相关的游戏族群 甚至生计概念股 最近都还是呈现一个轮流接放的动作 那我想如果当中 有一些投信作帐的概念的话 我想都是投资朋友多加的留意